最近移民潮来美国人又开始多了 根据我们过去帮助新移民的经验 我发觉大部分人都缺乏了移民前后的税务规划 在很多亚洲的观念常常有一些误解 比如说在美国税很高 最好在亚洲的资产不要让美国知道 或者亚洲的收入不要在美国知道 或者我在移民前呢 我把自己的财产放到父母兄弟姐妹 朋友的名下甚至找人代持这回事 要不然呢就说我利用传统老式的 香港新加坡离岸的公司信托的架构 想要把钱藏在后面 我们在海外报过美国就不用报了 这些都是错误的一些观念 因为这些现在将来都不灵了 都没办法 work了 我们要知道如何正确地了解美国的税法 怎么样合法免税省税 将来肥卡CRS反而在美国 是一个更好的地方来存钱 然后把资产配置的 在这个部分很多规划就很重要了 已经落地了才要想到规划都已经太晚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一般跟准备移民的人说 我们有三个阶段你应该最好的省 第一个是在什么呢 对身份的选择 到底夫妻两个都拿美国身份呢 还是一个拿一个不拿 那不拿身份有什么选择 还可以享受到税差的一些好处 第二个部分呢 那你在落地前要处理那些什么样资产 哪些资产应该先处理掉 先卖掉 哪怕事后再买回来的时候 至少把这一类的资本利得在落地前卖掉的话 就不用需要交美国的税了 再来落地后最重要的第二年 升到海外资产跟第一次报税的时候 如何报得对的话 这样是对未来省很多事了 大部分人在这个地方常常犯错 明明有多少钱少报了以后 将来钱再进美国又麻烦了 简直是把白钱变黑了 能够在移民前后都做好的时候 就算我移民美国生活要做了改变 投资回报做得很好 但是我的税并不高 能够做到三分之二到甚至四分之三 投资的钱在美国可以合法赚钱不打税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今天投资一千万 赚了一百万 如果这一百万都要打税的话 我的税很高 但是我这一百万里面 七十万到八十万可以合法赚钱不打税 只有二三十万赚的钱要打税的时候 虽然税率高一点 也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了 所以大家想对这一类资料 有多想了解的话 来参加我们这一类的讲座 甚至参加我们移民前后的税务规划的program 欢迎大家来一起来研究 如果您有任何想要了解的理财或是保险等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们 您的意见或许会成为我们下一期的话题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欢迎按赞以及点击小铃铛 关注范宇财经频道